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身患陈肺病的农民工兄弟 而呕心沥血四处奔波 他就是三栋人物候选人王克勤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他与陈肺病农民工兄弟之间的故事 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可以拿起手机参与摇一摇互动 打开微信点击发泄摇一摇摇TV 就可以获得惊喜福利 接下来来看记者的调查 我叫王克勤 近五六年一直是低头行善救命 很多人说你为什么欧心力学地 为这些陈肺病农民去苦苦奔走 因为那些陈肺病农民就是我的兄弟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兄弟在那里发平 视而不见 有一个情况有点重 为他们去发生 让他们能够拥有健康和基本的生活 没有什么比健康和生命更重要的 就选择了一条 一个苦心生似的这样一条路 生死之际 作为一个人想继续自己的人生 到村庄里去 我觉得我还是找到了本来 找到了自己 我们没有想到 今天的中国陈肺病农民问题这么严重 保守的数字 人数是六百万人 救命水火 多一些力量 多跑一些地方 多争取一些资金 多争取一些资源 就可能让很多的生命 不至于淡系之间 撒手而去 能救一个是一个 能帮一点是一点 当他们不再放弃的时候 改变就会发生 我们累积这些年 已经从死亡线上 争取救治回来了 一千四百多条 称飞病农民的命 没没想到这里 我们就觉得 非常的有意义 有价值 以毕生之精力 能为这些人的利益奔走 帮助更多的 生命和健康 受到危害的人 并让他们最后 能够拥有健康 基本的生命 我觉得 就做了一件 非常不容易的事 这就是我的人生意义 在2018年1月20号 举办的 中国农业银行 CCTV2017年度 三农人物颁奖典礼上 王克勤作为候选人 来到了北京大学 百年纪念奖堂 在晚会现场 王克勤收到了 一份神秘的礼物 请稍稍回头 在这里我们有一份 特殊的礼物 要送给你们 来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我是你好 我是任乔 一直以来 记得非常清楚 对我说的 叫我要坚强 相信我能 活到七十岁 我一直以来 都记得 记得心里 我是第一批 第一个收到 大爱清晨 自助的人 我们要好好地活下去 我们能看到自己的父母 幸福安康 能够看到儿女 座重地成长 大爱清晨 救助的这样子 使我们有了 顺畅的呼吸 不觉 使我们的孩子 能够爱情上学 我们家在最困难的时候 他们大爱清 我老师带着 大爱清 就到我们家 十分都是问题的时候 他们来到我家 给了我们希望 谢谢王老师 好 辛苦了 谢谢你 这些在生死边缘 挣扎的农民工兄弟 说的每一句话 都触动着王克勤的心 强忍着泪水 王克勤向大家讲述了 他与六百万 陈肺病 农民工兄弟 之间的故事 我的台词确实 比这个小片给打乱了 谢谢 谢谢你们 陈肺病虽然是一个 没有医疗终结的职业病 现阶段全世界的科学界 医学科学界 无能为力 但得了陈肺病 并不一定就马上面临着 判处死刑 有必要的医疗 运药 加健康护理 加生活的不济 更重要的 要加对生活的信念和信心 他们完全可以活到七十多岁 八十岁 于是后 我们就站出来 为此去努力 奔走 好在大野精神这些年的努力 有了很大的改怪 很多人问我 王老师 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跟农民工没有医毛的关系 你为什么要为这些农民工 偶心理许 苦苦奔走 其实道理很简单 如果没有高考制度 我可能就上跨山了 我可能就会成为 被粉尘伤害的 那个陈肺病农民工 这是基于这样一个 朴素的想法 我在想 我应该行动 无过 张三李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 你伸伸手 他伸伸手 兴许 大家能投资 一万到两万人民币 让我在医院里 专业地接受系统的治疗 这样 我可能还会和 五年 十年 二十年 孩子 将不再是孤儿 妻子 将不再是寡妇 父母不会上演 白发人 送黑发人 的人间悲剧 就是基于这样一个 很朴素的想法 于是 这些年 我们为 陈肺病农民 在奔走 在呐喊 为他们争取 活下去的机会 和可能 非常喜人的消息 不断传来 2016年 17年 两年 中央政府各个 十个部委 先后出台文件 2017年 国家多个部委 不断地在出台相关政策 很多地方的陈肺病农民 已经获得了 部分的医疗报销 和生活保障 还有部分陈肺病农民 必纳入 金种赎贫的对象里 我们大学先生 也配套了相应的政策 正在帮助他们 走向小康之路 让他们能够看到阳光 让他们能够看到希望 好多人说 你做公益 这七八年之久 你有些什么心得 心得很简单 每一个人都希望 成为一个好人 善良的人 那么善在每一个人身上 的表现方式 有三种 言善 心善 行善 善需要比传扬 善需要比普及 善需要比更多的人 所知晓 但现实中常常会看到 一种情形 大言 气善 这有一部分 气 常常是大恶之人 言善的人不一定心善 心善的人不一定行善 故行动是本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不要听一个人在说什么 要看一个人在做什么 我们低头去做 帮助更多的农民群体 让他们获得温暖 获得希望 让他们活下去 让他们获得希望和改变 谢谢 谢谢您 王克勤老师 王克勤不停地鼓励 陈胃病患者 与病魔抗争 并四处奔走 筹起善款 王克勤说 他有一个小小的梦想 就是希望有一天 社会不再需要大爱清晨 我觉得挺了不起的 他不单单是 为自己做事 所谓广大的低收入的 或者广大的职业病的 来做事 我觉得挺伟大 我想认识他 因为我们工地 本身比较大 可能有工人会得这种病 希望他能 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能过来帮一下 我也会进我的微博子里 去帮这些工友朋友们 多数中国人都在分享 经济高速发展的好处 身患陈肺病的农民工 却在为经济发展付出 难以忍受的代价 这不公平 王克勤发起 救助陈肺病人的 公益行动 减轻了数以万计 病人的痛苦 这是救死扶伤的善举 这项公益行动 推动国家出台具体政策 防止陈肺病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些不平衡 不充分的代价 更多由农民来承担 我们需要更多的王克勤 用大爱关注农民的命运 用大意来争取农民的权益 钱藏家里备水炮 老人着急求助银行 更多内容稍后播出 说起存钱 大家一般想到的 就是把钱存银行 但是仍然有一些老人 喜欢把现金藏在家里 觉得这样才踏实 大屏幕上的这些 就是山东青岛的脏大爷 放在家里的养老钱 可是这辛辛苦苦赚的 百元大钞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这些像砖头一样 粘在一起的纸币 就是脏大爷的养老钱 大约有五万元 老人今年89岁 每月有3000元左右的养老金 平时省吃俭用 把没花完的钱都攒了起来 老人年纪大仔细 把这个钱 就是说都要每个月 从银行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 然后自己私存着 私存着 具体它放在哪个位置 我们也不知道 就是昨天才知道 就是放在那一间 就是东边那一间 里屋比较阴暗 比较潮湿 然后拿出来 在这个茶叶桶里面一看 潮湿了 这个进去水了 脏大爷住的是平房 这些钱是老人 从1995年开始 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老人就放在了东厢房 为了防止老鼠把钱啃了 大爷还特意找了铁皮盒子 用来存钱 要过年了 老人本来想取点钱 出来给孩子们 结果打开一看 老人惊呆了 钱全被泡了 粘在一起 可能就是说 这个房子比较破旧 都这个让耗子给打了洞 然后下雨天 灌进水来 然后给浸湿浸泡 辛辛苦苦攒的养老钱 变成这样 脏大爷心疼的不行 那么老人的这些钱 还有救吗 记者和脏大爷的孙子 脏志诚 一起拿着这些残币 来到了银行 随后银行的工作人员 对这些被水泡了的钱币 主张进行分检辨认 这两张是 点过一百张 就放一边 点过一张 挑点的 经过清分之后 这些差不多 大概六千 那边三千 大概一万左右 这些是完整的 是可以全额兑换的 像这种呢 如果说到时候看 如果说是标准达到了 看基本上是半额 能半额的就是半额 如果说能拼起来 就是到时候也是可以 按全额兑换的 对于那些 粘在一起 特别难分开的纸币 银行的工作人员 小心翼翼的 用刀片 一点点进行拆解 二十分钟过去了 工作人员 也仅仅分开了三张 刚才这不是 工作人员说了吗 这个能兑换全额的 大概有一万左右 剩下那一些 就是说很难处理的 找人民银行的专家 给处理 反正就是说 尽最大的努力 给老人挽回 挽回损失 最后经过专家的细心 鉴定与甄别 银行成功为老人兑换了 三万九千六百五十元人民币 在这儿还是要提醒乡亲们 不要把太多的钱放在家里 以免发生类似的情况 同时呢 大量的现金藏在家里面 也有被偷盗的危险 建议大家还是尽量 把大额现金存入银行 前一段时间啊 湖北多地下起了大雪 气温更是下降了很多 这么冷的天 在神冬家生活的金丝猴们 要怎么过冬呢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晨光出现 冰雪世界里 一只只可爱的金丝猴活跃了起来 有的在树林枝条间跳跃 有的在雪地散步 有的安静地在树枝上晒太阳 还有的则吃着可口的竹叶 别看它们现在享受的样子 其实这个冬天 对于这群猴子来说 一点都不好过 这一段时间的话 温度跟往年的同期的话 是要低几度 像我们这晚上最冷的时候 可以达到零下十几度 这个冬天对它们来说 还是比较难熬的 基地的工作人员杨师傅 正在给金丝猴们准备红薯 准备好后 他背着背楼走进了树林 一声吆喝 原本不见身影的金丝猴们 全都出现了 看着杨师傅到来 猴子们知道马上要有大餐可以享用了 除了个别猴级的金丝猴 直接从背楼里偷拿红薯麦 其他的还是老老实实排队 跟在杨师傅身后 准备享用美食 有几只猴子还多拿了几个红薯块 为了吃东西可真是手脚并用 虽然金丝猴性格温顺 但是为了争抢食物 有时候也会发生打斗 都是一家一家的 在地上吃的 那个小猴 他要在树上吃 因为他要注意他的感觉 欠不过 对对对 为了保证每只金丝猴都有食物 老杨引领猴子排着整齐的队伍取食 看着他们吃得这么开心 老杨很欣慰 基本上都和每个猴子都见了 有深厚的感情 金丝猴是非常温顺的 我就当我的自己的恶爱 越冬食物 对于野生金丝猴的生存 尤为重要 早在2005年 基地就开始尝试 给金丝猴进行人工捕食 不过刚开始 这些猴子对于外来食物 可是一点都不给面子 最开始的时候是用苹果 苹果也就是说 它刚开始它识别不了 它不吃 但是后来我们就是用它的自然食物 在山上采的云草 把那个苹果包在云草里面 这样的话 金丝猴经过多次尝试 他们在后来才会去吃 我们人工捕的食物 基地给金丝猴准备的食物 每天都保持在200公斤以上 这些补充食品中有水果 花生 胡萝卜 红薯等 可以说是十分丰富 这些年 邻居环境越来越好 经过人工捕食后 基地的猴子数量 从原来的80多只 发展到了98只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三种食品 近日CCTV7寻找中国种植牛人 大型工艺活动完美收官 此次活动树立起一大批 以科学种植绿色发展 为主旨的企业及种植榜样 肥料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 在农业生产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此次活动中 不少肥料生产企业 拿出了他们的支持方案 服务种植牛人 助力绿色发展 加大研发力度 开发出这种高消费 提高肥料的利用力 提供一套阴阳方案 此路民便于张罗 只有整活才能够降低成本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不断地学习 西方的现在的这些冰冻技术 和肥料技术 我们要把这个牛人 作为一种种植里面的典范 把它提点出来 为种植牛人量身打造 各种非常专业的技术服务 提升我们种植牛人的 种植能力 经营能力 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 要坚持绿色生态导向 坚持质量兴农 绿色兴农 这让科学用肥显得更为重要 伴随化肥使用量 零增长目标的提出 肥料生产企业也提出了 他们的小目标 帮助我们亿万的这些农户呢 去改变过去传统的 这种就算是种植的一些方法方式 要在五年之内培养打造 一万个尊重的中国新农人 还要在五年之内 处理一亿亩物染的土壤 通过绿色科技来指导农民 真正的科学是非 这样的话我相信更多的种植流染 在中国就会不断地出现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想来对更多的节目信息 查询网 记得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当然也可以通过央视网 查询浏览 提供新闻线索 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请关注聚焦三农栏的 官方微博微信 我们会认真阅读 您的每一条留言 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